你有想过我的感受 你根本就没有爱过我 你走 颜真 你走 我的队痂已经死了 你走 你走 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颜真 对不起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他也不会离开你了 我回来了 我跟顾成 已经排除妈妈的嫌疑了 但我们推测 他手里可能握有 幕后之人的犯罪证据 所以 我们还是要继续假装不合 才能保证你的安全 好 别笑 我还没有原谅你呢 我会把他招待 我会不会说 我会把他招待 我会过来 我会把他招待 我会过来 我会把他招待 我会把他招待 我还想过来 你也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回来了 你都发贷一个上午了 先吃点东西吧 好不好 你可一定要长命百岁啊 我都已经没有一个哥哥了 我知道 家哥从小就宠你 你们兄妹之间的感情肯定特别深 但信心 人总是要面对分别的嘛 但是大哥他那么年轻 他那么厉害 我一直以为他还活着 先吃点东西吧 好不好 你说 我要是在自家院子里烧书 应该不犯纵火罪吧 什么星巴 什么八卦 那些命理玄学都是假的 大成哥 我要回去烧书 好好好 烧书 喝一口粥吧 我刚熬的 大成哥 还是你对我最好 小哥他这次让大家都太失望了 不行 我有你陪着 但是嫂子他只有一个人 他更难过 大成哥 你把这些早饭都包起来 我给他送过去 我去收拾一下 马上就出发 我最近收头一单紧 帮帮忙 别再挡来了 怕你吃不下别的 这些都是大成哥亲手做的 你闻闻 香不香 快尝尝 你昨天没睡好吧 我哥 我的意思是说 你要想开一点 忘记过去 拥抱明天 开启一段新的 新的恋情 我知道你跟我大哥 一往情深 但是 人总是沉浸在低能量里边 是会出事的 你就当作是治疗方法 试试看 好啊 花瓣上还沾着露水 一定是新买的 嫂子这令人羡慕的桃花蕴呢 我是不是白草心了 但是这也太快了吧 这往好喝 收拾一下 去哪儿 晚上去看妈妈 我昨天一难过就给忘了 还是嫂子你细心哪 我 我妈总嫌我性子急 让我练字 叫我泡茶 抹我性子 这些年啊 还第一次 听你说起家里的事 从没和您说过 我的妈妈 就是当年安史集团 因为汤污离职的 技术从前 你是 我是吴文昭的女儿 正好我和妈妈 还有些事情要聊 快 快去吧 那好吧 以前 我妈总嫌我性子急 让我练字 教我泡茶 抹我性子 你妈妈呀 把你教得真好 其实我压根儿不喜欢这些 觉得无聊 后来 她不在了 我才明白 她原来是想教会我 坚持和隐忍 这些年啊 还第一次 听你说起家里的事 我花了五年的时间 陈夏新做了一件事 从没和您说过 我的妈妈 就是当年 安氏集团 因为汤污离职的 技术总监 你是 我是吴文昭的女儿 妈 现在泽家不在了 我唯一放不下的 就是家人 因为遭遇不公 郁郁而终的事情 这也是我五年来 一直想要追查的真相 没想到 你是吴总监的孩子 这是我这么多年的心结 你父母的死 我有责任 我对不起他们 你父母的父母 当年 是你父母 把王忠敏的犯罪证据 交到了我手上 王忠敏 小楚总 他出个海 怎么就 炸死了呢 而王忠敏 还是用他那一套 在古冬里 如鱼得水 我需要他的支持 来保护楚家的股份 不受到稀释 我让我的同乡马俊 暗中寻你 没想到 还是被王忠敏发现了 我也被威胁 所以不敢再查